你在反乌托邦的未来 住在一个垃圾场 找到一大圈录像带 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 一切都是那么孤独 但你有一大袋叶子 所以你一直很嗨 而且你就在日本 你就在天上 等一下 这话不是我说的 这是蒸汽波宣言 蒸汽波是什么波 蒸汽波艺术 是一种诞生于本世纪十年代初 互联网的威流派 通过时空挫折的处理 何以面对现实的迷惘 却又让你感受着 置欢的缥缈与时代的不朽 你也许没听说过 但你一定见过它 如果你不确定 那么记住以下 几大经典蒸汽波元素 你也可以一眼识别它 这是蒸汽波风格 最喜欢用的一种拼贴图案 大卫是以色列联合王国的 第二任国王 是一位优秀的战士 音乐家和诗人 蒸汽波应用这种元素 表达了对过去的期许 当然也可能大卫这种变无表情的风格 可以代表金玉的美感 将雕塑放置在画面的任何位置 都毫不违和 就像是我们小时候曾用过的老旧彩电 喳喳的画质 却莫名的亲切 那种花花绿绿 红蓝颜色的叠加 带来的不真实的眩晕 突然闪屏时 大人拍打电视机后背的模糊印象 似乎还在脑海中 没有完全消失 艺术家将蒸汽波艺术作品的资料取材 限制在日本20世纪80年代 因此也对日文情有独钟 加入了许多日文元素 怎么能少得了横扫电脑接的Windows系统 你还记得当年开机时的画面吗 彩色的视窗图标 灰色的对话框 甚至反复弹出的错误提示 都有种复古怀旧的味道 置换夏日的水蒸汽 生腾挤的水雾和永不成降的落日 剩下里躺着的汗水味 摇曳的棕榈树 晚上热闹的广场喷泉 用拼叠手法将过去的片段 重新建造在一起 蒸汽波就是要带你回到 那个旧世界 向极了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 在那个经济骤然高度繁荣的时代 股市楼市鼎盛 人们在岌岌可危的泡沫里 享受着最后的狂欢 满眼睁腾 谁也不愿意醒来 也没有人会相信结束 所有人都享受现在 活在当下 然而 这些美好的泡沫还是破碎了 蓄荣的繁华来得快 去得也快 可这些逝去的东西 和仿若一场梦境的迷幻 成为了我们缅怀过去的回忆 和对那个黄金时代的眷恋 用一句话来概括正气波 就是 今天是明天的昨天 今天的4K电视 会变成复古的老电视 今天的流行音乐 会变成复古的老唱片 这些流行事物 终究会成为 不被人记起的回忆 而你 过了100年 也会成为 争取播的一部分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